今天我们来学习从图像中求出一次函数式子的方法 首先用A表示斜律,B表示拮据 斜律A,拮据B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接下去,从图像是一条直线中可以得知 X和Y是一次函数 所以Y等于AX加B 接下去,读出图像的拮据 拮据是图像与Y轴的交点的Y坐标 这里的拮据就是1 B等于1,表示Y与X的关系的式子就是Y等于AX加1 然后从图像中读出拮据以外直线经过的另一个点的坐标 在这个图像中 在这个图像中,这个点就是点E3 接下去,用读出的点带入表示Y与X关系的式子 Y等于AX加1 在这里,用1带入X,3带入Y 然后解除方程,求出A的值 解除方程的解,可以得知A等于2 最后,把A的值带入表示X与Y的关系式中 得出Y等于2X加1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,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第一题答案是y等于2分之3x加1 第二题答案是y等于-2x减1 两道题都答对了吗? 最后让我们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首先用a表示斜律,b表示拮据 斜律a拮据b是固定的常数 接下去从图像是一条直线中可以得知 x和y是一次函数 所以y等于ax加b 然后读出图像的拮据 拮据是图像与y轴的交点的y坐标 这里的拮据为-1 所以b等于-1 表示y与x关系的式子就是y等于ax减1 接下去从图像中读出拮据以外 直线经过的另一个点的坐标 在这个图像中 这个点就是点1-3 然后用读出的点 带入表示y与x关系的式子 这里用1带入x -3带入y 解出方程 求出a的值 a等于-2 最后把a的值带入表示x与y的关系式中 得出y等于-2x减1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